YO 歡迎來到DBS 今天我們又要來聊輕型戰車啦 但是今天要來聊聊的是英國的現代輕型戰車 VFM5 我還記得在裝甲戰役早期 這輛車可以說是成一般的存在 那今天就讓我們來看看這輛車在戰雷中是不是也表現優異呢 那在正片開始之前請先幫我一個忙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幫我們訂閱一下 按贊我們的影片這些都是免費的喔 那就謝謝大家 那回到歷史的洪流之中 VFM5又稱之為Vickers Mk5輕型戰車 對英國軍工業有些了解的朋友就會認得這個名字 之前介紹的Vickers MBT就是出於他們之手 今天的VFM5的聲勢卻有一些不一樣 這輛車其實是美國CCVL的低配外銷版本 而這個CCVL又是從哪裡來的呢 CCVL是近戰輕型車輛計劃的縮寫 而這個計劃之後造就了美國的先進空降戰車XM8 而它的早期原型車的車體就被維克斯公司 拿去作為低配外銷版輕型戰車來使用 在設計VFM5上車體基本上保持原設計 以焊接鋁合金作為主要材料 砲塔換裝了維克斯自行設計的砲塔 但是材料上還是焊接鋁合金 可想而知防禦能力比許多步兵戰車都還要差勁得多 這輛車的歷史其實也是蠻曲折的 以後大家如果有興趣 我可以專門做它的歷史影片來給大家看 那先讓我們回到遊戲中吧 火力上來說 VFM裝備這門LRF105毫米砲 簡單來說就是傳說中的北約標配 英國神砲L7 撐過了早期難過的破甲彈之路之後 你就可以用上現代戰車都應該要有的鋼針 鋼針的選項分別為C76A1以及DM33 穿身分別為353和408 以輕型戰車來說這樣的穿身其實是偏高的 手感很不錯 反應速度來說砲塔轉速不錯 撫央角為正20-10度 車身機動性也不錯 所以反應速度是不錯的 但是裝填時間比較慢 需要8秒的時間 那防禦上來說呢 身為一輛輕型戰車 這輛車可以是說把輕量化做得非常的完善 但是防禦上就比較難過了 對抗鋼針和破甲彈都毫無招架之力 但是也不是不能用戰術去強化自己的存活率 首先 彈藥不應該攜帶超過30發 這樣可以確保砲塔下方的彈藥儲存歸零 在作戰中我會建議你可以的話 讓砲塔指向敵人的左方 讓敵人對你的砲塔右方射擊 這是因為你的砲塔被彈視在砲塔的左側 從右方進入的砲碳很容易被砲栓擋住 來降低彈藥爆炸的機會 機動性的部分 這輛車的得分還不錯 車輛的推重比在升級之後來到驚人的28.28 前進的最高速度來到70公里 但是後退的速度只有15公里 以輕型車輛來說 後退速度可以說是很蘇聯 整體的加速性能不錯 車力轉向速度也不錯 所以反應上是蠻快的 但是這個等級的主戰車反應都蠻快的 所以輕型戰車在這方面的優勢 就沒有像5.0到7.0分房中那樣的明顯 在歷史和全真中的9.3分房 我覺得有一點高 只有標配的雙錘穩 雷射側距儀 還有夜視鏡 但是沒有熱成像 穿深和彈道都不錯的L7 雖然裝填速度有些偏慢 但是也不會太慘 機動性中的加速度很不錯 但是後退只有15公里 整體來說並沒有很大的優勢 但是各個部分都有一定的水平 甚至給英國緩慢的主戰車線 一點新玩具可以玩 打法就跟一般輕型戰車打法一樣 要不是跟著隊友走去補刀 不然就是靠機動性跑到 別人不會預期你會出現的地方狙擊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們是DBS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